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最近中国的航天科工集团突破了一项重要的关键技术 从而使我们国家开发智能无音机飞行器编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据中勋网报道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智能协同控制研发团队 突破了集群智能协同关键技术 研发的原型系统已经初步具备了高动态无人飞行器间智能协同作业的能力 那么在应急协同搜索任务中 几十架无人机自主规划分解搜索任务 在复杂环境下展开搜索 并且自主识别搜索目标 并实时将他们搜索的结果传回地面站 引导地面人员完成对搜索目标的确认和精确定位 这个能力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因为智能协同控制技术相当于无人集群的大脑 负责协调整个集群的任务 分工以及任务的执行 该技术将编队协同的无人机从慢速的多悬翼飞行器 扩展到飞行速度更高的固定翼的飞行器 而固定翼无人机的很多飞行状态 要远远比多悬翼无人机复杂 它的控制起来更困难 但是一旦实现了精确的集群的控制 那么它的能力就可以大幅度的扩展 比如说在相同的面积内 它的侦查搜索速度可以提高三倍以上 并且能够根据机载的设备拍摄到的图像和智能识别结果 自主规划下一步的行动 对突发情况的零机处理的响应时间 从过去的几十秒提高到一秒钟以内 那么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固定翼无人机 它要想实现集群飞行 智能化水平要相当高 要有一个大脑来统管它们 否则不要说你完成任务 就是编队飞行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麻烦 搞不好就会发生相撞 另外这么多的飞行器在空中组成编队飞行 这个就一定的难度 但是最难的还是抵达目标区上空以后 你怎么来自主分配任务 由不同的无人平台执行不同区域的任务 然后呢 再将它们收集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 包括数字信息图像信息 音频信息综合在一起进行初步的分析判断 然后再分发到地面站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相当复杂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两架无人机在空中编队飞行 当他们同时发现一个地面的目标之后 由谁为主去拍摄 或者是由谁为主去进攻 这个呢 双方之间就要有一个协同配合的问题 最终呢 表决 由左机或者是右机来执行相对的打击任务 这只是两架无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 那么如果是数十架呢 这个就更复杂了 是否需要整个无人机编队中有一个主要的领头业 由他来分配任务 还是大伙共同进行表决 目前在这个领域 世界上的领先者就两个国家 美国和中国 由于他的技术过于复杂 因此他的推进 目前呢 是会碰到很多的勾勾侃侃 但是中国的科研人员 通过努力 现在呢 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突破 那么这次航天客工集团 所取得的成果 为我们今后 军用或者是民用无人机集群飞行 来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 奠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通过中国科研人员的努力 我想在这个领域 中国一定能够取得领先的优势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